如果不是到了昌都,我不会知道,西藏和四川交界有这样一个繁华的城市 这里地形狭窄,地理位置不算好,却意外的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 感觉我一路走317国道过来,除了成都,昌都是我看见的第二座繁华城市 因为这里吃住行都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决定在昌都住两晚 第二天去昌都非常出名的强804看一看 我们现在去强804 强804距离我们住的酒店是大概3公里,然后打车是10块钱 因为听说那边停车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是打低过去的 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过来的方向,现在已经到达强804这里 好像是前面那一座吧,打低还挺快的 大家好,我是芒果,我现在来到了昌都最著名的强804 我背后的那些建筑都是强804 强804与内地王朝的关系历来极为密切 从清朝看西地开始,该室的主要活佛受历代皇帝的彻封 据说强804最值得一看的是它的神物 一般会在每年葬礼新年左右的时候 所以现在甚至季节是看不到的 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 蓝天白云的 这个蓝天特别特别蓝 玩得有点透彻 这个阳光感觉透过这个空气 晒在皮肤上,火辣辣的 在大门旁边有很多饭店小卖部 还有一些卖各种特色商品的地方 现在我要进入了 它这里写着请外来人员主动配合体温测量以及信息登记 还要勺马 现在我已经进来了 这个时间点好像很少人 可能是因为大中午的 其实已经三点多了 可是这个阳光实在是太强了 右手边这里是慈宁渣仓 这里是强804的管委会 我进去问一下这里能不能航拍 强804是由中开八弟子1444年创建的 寺内主佛为强八佛 因此这个寺庙的名字叫强804 一般全称叫昌都强804 这里不用门票是免费的 但是一般下午四点以后 很多店就会关门了 强804是旧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 那僧人最多时是达到五千多人 这里的大店很多都是四点时候就关门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到四点 但是好像很多已经关门了 这里不知是什么地方 我进来看一下 里面像花园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店 它也没有写 也看不见人 我现在进入这一座大店里面看一下 它这些大店好像建的都比较高 就比地面要高 所以一层左右 所以要爬楼梯上去 一般大店里面都是不允许拍摄的 所以我就拍一下这个楼梯 然后就不拍了 现在这些大店都没有人 好像说他们这边也会放暑假 下方寒假暑假是两个月 寒假是一个月 生人会回家 这里好像是厨房的位置 这楼梯上去 这楼梯都非常陡 好像西上这边 寺院的楼梯都会非常的陡 现在这边都是没有人了 这里也有一条楼梯可以下去 现在太阳实在是太猛了 我都不想走到太阳底下 不想走动 就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着 呆着 这里的大店都好大呀 好多建筑也不知道是什么建筑 我现在从这里出去看一下 这边的建筑好像不太一样 就之前看的建筑都是红颜色 这里的建筑是灰色的 这边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地方 有很多这些设施设备 我看到了 那里写着7号升色楼 这里应该是生人居住的地方 这一栋建筑是厕所 我现在要转过另外一边去 因为这边是居住的地方 不过现在这个时间 好像是他们放暑假的时间 已经很少生人会住在这边 应该是都回家了 这里好像还是深色楼的区域 因为这边生人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住宿区域也会比较大一些 这一座也是扎仓 金刚手扎仓 墙804这边好像说有12扎仓 这也是关门了 这边它没有写是什么地方 看这个建筑模样好像也是深色楼 哇 现在太阳好大 光也好大 我的帽子没有绳子 风一吹就会飞 这一排都是扎仓 这一座是圣月金刚扎仓 太阳实在太猛了 我现在要先找一处一两个地方 先躲一躲 前方这一座建筑也是厕所 他们这边厕所还挺多的 这边在过去好像没有路了 但好像又有一条很窄很窄的路 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我过去看一下 好像也能过去 只是很窄的一条小楼梯 这里应该是他们厨房区域 还有很多锅碗瓢盆在那里 这座房子不是什么建筑 这里还有一块菜地 然后种满了花 这里也是种满了花 这是月季花 好像这也是月季 还有各种颜色的粉色的 红色的深红的 还有这一种是霉红色的 哇哦 这个开的好旺盛好灿烂啊 这好像就是它主店的方向了 哇 这房子好漂亮啊 这个院子里种满了花 这花真的是好灿烂现在开的 这个颜色好鲜艳呀 特别是透着蓝天白云的时候 哇 看一下这一个花 前面那一座建筑 是僧人澡堂 通洗澡的地方 在很多花的房子旁边 这里有一座 不知道是什么佛店 有很多人在那里朝拜着 墙804我差不多逛完了 现在我要找一处阴凉的地方坐着 那边就有很多人一直坐在那边 这是吉阔拉康 现在这些店全部都已经关门了 墙804就关完了 因为没有讲解 然后上面有没有文字介绍 所以撞了一圈 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从墙804下来 这里有一个格萨尔王的雕像 再下来就是茶马广场 那里进去就是茶马广场的步行街 那这一条隧道 就是投资了两个亿建成的一条隧道 这里就是昌都的市中心 最繁华的地方了 茶马广场 我们昨天晚上来吃火锅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 就在这附近 哇 从这里看 昌都还是非常繁华的 这样看起来跟内地的很多大城市 差不多非常的繁华 我现在所在这里就是昌都市最繁华的地方 茶马广场 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有很多银楼银行 还有酒店 商铺火锅店 茶馆等等 这一条街上就是很多卖衣服卖帽子 还有卖玩具的地方 晚上这里也会有很多摆摊的地方 今天晚上我们过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摆摊 记得白天可能是太晒太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